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國經濟進入深度通縮 大蕭條即將來臨 人口深重危機 中共不得不認了 北上廣深首次集體負成長 上海銀行大罷工李嘉誠拋售中國大陸銀行股份 歡迎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5月14號星期天 亞洲時間星期一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中國經濟進入深度通縮 大蕭條即將來臨 連日來 中共央行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4月份金融外貿數據 在社交平臺獲得廣泛關注 網友雷尼爾發帖說 看了4月份的金出口數據 內需在急劇萎縮 4月出口貿易額環比下降6% 這個數據預示 由於出口結構的調整 就業壓力會非常大 如果沒有合理的救濟制度 底層人群會被迫走向極端 因為傳統提供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無論是同比 環比都出現了問題 直接影響就是大量低端工作沒了 網友金口大莊發帖說 心裡拔亮拔亮的 物價指數幾乎沒漲 印鈔機還在瘋狂印錢 已經進入通縮惡性循環了 4月份 各大城市的二手房暴跌 上海環比下降26% 北京環比下降37% 杭州環比下降32% 大城市都如此 那些人口流出的小城市可想而知 這波韭菜收割的真狠 隨著人口減少和老齡化 未來會越來越艱難 有錢人正在排隊跑路 窮人只能苦熬 老百姓口袋真的沒錢了 對未來越來越悲觀 網友價值投資日志的微博發帖說 中國眼下的經濟形勢 一句話就是通縮開始了 經濟已經落入衰退現象 之前的15個月高強度的貨幣信用投放 M2投放增長到40萬億以上 但是依然沒有阻止經濟滑向通縮 6個荷包確實瘪下去了 按照央行的統計 現在是7億人負債 如果把孩子和老人剔除 接近全民負債了 整個家庭部門的總負債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經高達137.9% 所以家庭支付能力因高債務受到明顯抑制 一篇題為《最大的問題是需求不足》的文章這樣寫道 通縮來的速度遠比我想象中快 說明大放水是無效的 需要趕緊發錢 消費幾乎全面回落 商品 煙 酒 交通通信都在下降 這說明大家現在都在無緊錢包 湊合著過日子 4月份的製造業指數已經跌破融枯線 這是因為需求端沒有需求 沒有訂單 製造業當然立刻有反應 工廠減產 裁員 趕緊搞好國內的營商環境 這不是地方政府加緊招商的問題 而是那些恢復供銷社 鼓勵青年下鄉 退林還耕等下人的蠢事要趕緊停下來 再有 什麼大學裡搞舉報啊 派遣留學生附俄 中小學學俄語 這些讓人看著就心慌的事也要立馬停止 知道人心所向嗎 瞎搞 大家能不心慌嗎 人口深重危機 中共不得不認了 北上廣深首次集體負增長 中國媒體《每日財經》5月14日引述各地統計局數據來源報導 截止2022年末 中國四座一線城市北京 上海 廣州 深圳的人口統計集體負增長 北京人口減少4.3萬人 上海人口減少13.54萬人 廣州常住人口減少7.65萬人 深圳則減少了1.98萬人 中國一線城市合計減少約超27.5萬人 而廣州 深圳不但在過去10年蟬聯全國人口增量最高城市 當地也是觀察中國經濟活力以及勞動人口流動的重要指標熱點 報導說 這兩座城市的人口下滑 似乎更具轉折意味 阿波羅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中共的數據水分極大 俄羅斯最驚人的分析 通過對食鹽的數據推算出人口18億 中共到現在也不得不承認 北上廣深首次集體負增長 2021年12月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科學家易富賢表示 他研究中國2020年人口是12.8億 中國的實際生育率也低於官方統計 人口自2018年以來一直在減少 具有公共衛生背景的旅美教育家陳彥霖說 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外洩中國人口9.7億的數據 陳彥露露曾經在往香港的飛機上碰到一個台商 對方在廣東有一家規模比較大的工廠 SARS期間這位台商給員工們發錢 讓他們回老家養好病 再回來上班 過了幾天 一個員工打電話向台商哭訴 我回不了家 我到了老家找不到村子了 整個村子不存在了 人都消失了 台商就收留了他 工人又回到廣東打工了 SARS期間人口真相也一定十分驚人 2019年末 四川八中市通江縣常住人口67.06萬 2020年10個月內人口減少14.87萬 比例為22.2% 如果根據中國最新統計全國人口14.5億人 按人口減少比例22%來推算 2020年中國人口減少3億多 2023年1月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開市 中國三年疫情死亡人數4億多 上次SARS出現的時候 中國死了2億人 多年後 中共發現人口減少了 馬上放開二胎制 三胎制 教育家陳彥霖最後表示 當年中共銷毀了大饑荒死亡數據和記錄 經過海內外學者的嚴謹深入的研究 以及不斷被披露的中共內部文件均顯示 大饑荒或至超過4000萬中國人非正常離世 他相信目前有許多文章 視頻在曝光中國真實的疫情死亡情況 將來還會有更多 更有份量的真相被曝光或洩漏 畢竟紙 包不住火 上海銀行大罷工 李嘉誠拋售中國大陸銀行股份 中國銀行界傳出消息 減薪引發員工不滿 據中國上市券商陸續發布的2022年報 以及業界統計數據顯示 券商人均薪酬大降 這與中共統計局發布的2022年金融業平均工資增速最高的說法相反 我們之前報導 中國銀行業的首起罷工聚集出現在金融中心上海 5月11日 全國第九大銀行 上海普發銀行門前發生了罷工員工的聚集事件 與此同時 李嘉誠也不看好中國的某大銀行 港交所11日晚上公布 李嘉誠基金會減持郵政儲蓄銀行 這次減持2249.3萬股 總市值1.2億港元 均價5港元 減持之後持有郵储 H股9.97% 19.8億股 跌破10% 李嘉誠基金會也曾以均價4.7港元 在去年9月29日內減持5萬股的郵政儲蓄銀行 H股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書記愛多人運動 把四川音樂學院變成自家大院 手術刀三連機 英美導彈突襲 命中俄後勤基地 曼哈頓大遊行 聲援4.1億勇士退出中共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感謝阿波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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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